第一个总的有这种组合的人 他们平时做事情就是一种很有计划 很有目标的人 早在很久以前 他们就为了买房子这件事情 就开始做规划了 而不是跟着起哄大家一起买 说买我就跟着买 比如说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大概要几平 它的地缘关系是什么 我能够负担的范围在哪里 那这个房子未来 它的增值潜力好不好 所以它为了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房子 其实找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房子是这样 人在找房子 房子也会在找人 有的时候你喜欢的 但是人家不见得会卖给你 有的时候你不喜欢 但是这个房主他愿意降价 那总之没有缘你就买不到 但是因为这个组合的人 2024年因为受到五行的来加持 真的是可以买到 你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来 请教一下玉佩老师 什么姓名组合的人 农年有不错的房产运呢 好的 请大家把名字拿出来 我们除了看笔画之外 我们今天还要看用字 当然如果你对到笔画的话 也有70%的房产运 那如果笔画加上用字都对到的话 那你今年没买房子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这个房产运好呢 它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就是我在今年呢 可以买到适合的房子 那像我们的来宾呢 小新来讲他的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地格 他的人格是20化 地格是15化 那玉丰呢 人格是21化 地格是31化 高警官呢是人格14化 对到12化 那我们现在就来揭晓 到底什么组合的人呢 他今年可以买到适合的房子 好 当你的第一格跟总格 如果分别出现了 15 19 24 25 35 39跟45的人 再加上用字呢 是文 诚 新 平 右 西跟配的 好 那这里对到的朋友 必须要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呢 刚好你真的是在看房子 而且呢计划很久了 你有这个意愿 第二个呢 你已经准备好买房子的头期款了 当既有意愿又有钱的时候 那么你对到的话 你今年真的是可以买到 适合的房子 其实呢 第一格总格有这种组合的人 他们平时做事情 就是一种很有计划 很有目标的人 早在很久以前 他们就为了买房子 这件事情就开始做规划了 而不是呢跟着起哄 大家一起买 说买我就跟着买 比如说呢 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大概呢要几瓶 它的地缘关系是什么 我能够负担的范围在哪里 那这个房子未来呢 它的增值潜力好不好 所以呢 它为了要找到 这样的一个房子 其实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房子是这样 人在找房子 房子也会在找人 有的时候你喜欢的 但是呢 人家不见得会卖给你 有的时候呢 你不喜欢 但是呢 这个房主呢 他愿意降价 那总之没有缘 你就买不到 但是因为这个组合的人 2024年呢 因为受到五行的来加持 真的是可以买到 你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像呢 15 25 35 45的人呢 他们今年买到 理想的房子 大部分他是投资在用的 他不见得要自助 他觉得呢 他有一笔闲置的资金 买房子来保值 那剩下的呢 19 24 39的人呢 他今年可以买到房子 是因为他要自助用的 所以呢 五行的加持 加上你自己的努力 今年呢 再买房子的运 真的是超级好的 好我们来看 第二个组合呢 卖到满意的房子 卖到满意的价格 第一个跟总格呢 分别出现了 16 21 24 29 31 34跟55 如果用字呢 又有又新 明清 义庭跟为的人 最近市场 卖房子非常非常的热络 有吗 有 有好多地区 中介没有房子可以卖 所以呢 当有一个物件 一出来的时候 几乎 连看都还来不及 看有人就马上先下 过穴了 那因为受到房价 那种会涨价的 现在很热 现在很热 现在我去一个暗场 它热到什么程度 独立哥你要来看 好你小夫妻 从南部上来 诚恳努力打拼的 小夫妻你想买25瓶的 小夫妻买25瓶 因为没小孩嘛 对不对 热到你要买一个50瓶的 才可以搭配25瓶的 然后呢 小夫妻就说 我就是没有钱买50瓶的啊 我为什么不能只买25瓶 然后没办法啊 现在竟然有这种暗场 要把它锁住啊 50瓶现在不好卖啊 你想要25瓶的 那你叫爸爸妈妈来啊 二手事情啊 有啊 所以现在我们 就是很难买啊 现在 预售屋啦 二手屋没有啦 对 所以就是因为它很热络 所以变成了 它那种溢价的空间并不大 那对到的这个观众朋友呢 如果刚好你手边有房子在卖 那我要恭喜你 你绝对可以卖到 你满意的价格 甚至于呢 比你想象中 你只要敢出价 自然有人啊 他就敢买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 就是房子卖了之后 要买回来是不容易的 你卖了是房子 你的获利之后 你的运用 资金的运用很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卖房子的目的 是因为我要换房子 所以我买了之后呢 我再换一间 那因为你今年的房产运很好 你既可以卖到好的价格 同时呢 你也可以买到你满意的房子 当然这满意的房子 你可能要增加 再增加一点点钱 但是没关系 因为你赚到的钱呢 你虽然增加了 但是你买房子了 你还是入库了 最怕的是 有的人卖房子 是因为我 目前我房价很好 我卖掉我可以赚很多 可是他的资金 没有特别的一个运用 那我就要提醒你了 房子卖了之后 如果你的资金 没有一个很好的运用的话 要不了多久 你这些赚的钱 就会被通货膨胀给吃掉了 所以你有没有赚钱 有 你赚到一个寂寞 那因此呢 好 以上有的人 他不见得要卖 他可能要租房子 就是房子租给别人 那你也可以租到 很好的一些价格 所以呢 这些对到的人 不管你是买还是卖 今年你的房产运 都非常的好 掌握时机 又要给大家吃参考 是 那如果对到字 没有对到数字呢 百分之三十 差百分之三十 还是只有百分之三十 有百分之三十的好运 那如果只有数字 就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那如果我后面 自己去改字呢 来不及了 有百分之三百 领域丰沛 可以啊 我看到第二个 三十九 领域丰沛 有百分之三百 你OK啊 因为你的房子那么多 所以你不怕卖 讲到这个买房子 最怕买到麻烦 所以有人买房子 买到了之后才发现 他买的竟然包含了尾件 我们这边请到特别来 诗境 超级网红 人家是去看鬼屋 他不是 他是开箱的 就像刚刚 就像刚刚讲的说 你是开箱法拍这个 是不是 不是 我们开箱正常的 正常开箱有什么 正常开箱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说他开箱了 开箱了几千户房子 上千户 上千户房子 所以小心说 其实很多大楼的娱乐设施 就是伪建 现在很多这种新社区 都诉求这种公社的丰富度 是 我有的 我邻居也要有 我邻居有的 我也要有 所以变成说建商真香的 去增设这些公社 可是一般的这个建坪是固定的 那我又要卖 我又要有这些公社 那这时候怎么办 就会拿一些 不应该当作公社的 这种空间来做成公社 这个地方本来是 比如说是蓄水池 不能有围墙 开放空间 是邻居可以走来走去的 他给它围起来 变成你的 变成你家私有的公园 这个在目前市面上 案例非常多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社区 他没有办法坐游泳池 他就会用蓄水池 来变成游泳池 那叫做我们买的 有什么差别呢 反正就蓄水池 我一样可以游泳 但是 还会被拆掉 对 拆掉之后可以告他 告建商 OK啊 很多啦 很多啦 建商然后跑了 大社区 然后他可能 大家都住得很开心 那有些是乘租户 那乘租户如果 时间到了 你原屋主叫人家走 回头就检局啦 检局就拆啦 然后小朋友就跟 我们的游泳池 然后就拆掉了 所以这个不只游泳池 会有这种问题 还有什么 比如说你家的健身房 KTV 这些什么妈妈教室 有可能是一些消防的设施 或者是机电的空间 然后它变成是你家的KTV 建商还是找得到嘛 对不对 建商还是找得到 可是这又牵扯到很多的这种 我们在签预售屋的时候 会有一些叫做附约 就是抽张条款 我们当时在签的时候 已经说 这个一开始是可以同意 变更使用的 所以是你同意的 所以假设你在签预售屋的时候 签下去了 到时候遇到这种状况 不好意思 跟我没关系 谢谢你 我们今天真是涨长势 花很多钱 以为买的是豪宅 结果后面还要打官司 还被拆掉 真的 就变一般的国民住宅 而且还说你同意的 对啊 拆掉了以后 那个地方填起来 不如不要做 当时一开始弄得很漂亮 结果搬进去没多久 拆掉以后 那边整个变成废墟 那感觉更惨 有这么衰的是吗 有很多 你去新北市新版特区看 那个时候都是很漂亮 一栋一栋 然后都是前面是英文数字 后面是阿拉伯数字的 那种豪宅社区 它就是这样子 它应该是行人通道的 结果它把它封起来 结果被人家检举 检举完之后你知道吗 全部拆光耶 所以它一楼的拉比是 你还想说透天 它是通风的耶 就直接拆光了 都没有了 然后管理员跟物业大楼 就在一片的空地里面 陈小姐欢迎回家 然后按电梯 然后然后其他人在那边 就拿着雨伞经过耶 就拆掉了 建商也不管 不是 你还要想一件事情 你不用管建商管了 已经卖给你了 而且当时签约的时候 你已经同意说 我可以变更 而且就算有机会去跟建商诉讼 建商就是把钱丢给你就好了 你要住在那种豪宅里面吗 对啊 你那个也卖不掉 大家都知道你那个是通风豪宅 就拆光了 看过很多那种类似 刚讲的新加坡式建筑 一楼其实是柱子而已 他只要把他旅门窗 整个把它封起来 好像变室内空间 可以变店面 很多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在买预售屋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 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合法的空间 不然未来 可能短期间你好像有用到 可是过没多久被拆掉的时候 你就 欲哭无泪了 哎呦 那这样啦 要住也是要洗你啦 好